好啊,大家好,就來過年了 牛年章智了,有些人說立的春都是牛年 但不要緊,我說當初一才是牛年 似乎來說,A股牛年開紅盤的機會都高 港股同樣開紅盤的機會都高 但紅盤還一回事,你開完紅盤之後 收黑的都是一樣是於事無補的 近來A股和港股的錢就不算多 但力都足夠的,香港那邊主要集中在新股 當然是快手,又回到350元樓上 所以錢都很集中的 量就不太大,成交都一如如其 沒有了北水之後,就縮回到1400至1500億元 去到牛年初一段,我想在A股未開之前 港股可以試試收集一些消費股 因為始終過年都是消費的旺季 雖然今年的消費,比起過去兩三年前一定是差一點 但也是一個股票市場既有的概念 另外也要留意兩會的消息 太陽能、電動車、財政政策 包括基建、水泥股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近來見到A股都開始,這些都蠢蠢欲動 所以香港這邊也可以跟著 我們應該會有的概念 對,既然是我們有的 是我們有的概念 對,既然會有的概念 對,既然會有的概念 感谢观看